你觉得通胀其实会不会持续上升 其实美国那边来看的时候 通胀上升的机会相对上就会比较高 因为最近美国再次推出了一个刺激经济的方案 就是过万亿的基建投入的资金 还有按着总统拜登的部署方面来说 其实另外也有过万亿的部署 是会倾向在一个民生方面有刺激经济的安排 所以你持续地注资进去经济体系的时候 就无疑于一个QE方面的安排 变成了通胀的升温是绝对可以预期一度 至于内地来说 当然刚才Wendy有说到 可能是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以至反映到通胀的状况 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 变成了好视乎 未来内地的金融政策方面的部署 会不会有些相对上是调控通胀的措施 如果暂时不会有一些调控通胀方面的安排的时候 变成了升温也是一个合理的期望 在中国来说一个常态的通胀 应该合理地去到2% 变成1.5%的确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如果有一个真的通胀会继续上升的预期 你觉得有什么投资策略是我们可以应对的呢 相对上来说 如果针对港股方面的投资 也可以考虑一些高息类型的股份 变成了就算股价未必是短期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是如果有一些股份 它倾向上一个稳定的排息 对应现在的股价的状况 可能已经有6、7厘的股息的话 绝对是足够可以抗通胀 有投资者就问 如果是通胀的话应该是投资什么呢 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讨论 Thomas建议买公用股 或者买一些高息股 譬如有朋友都问 买Spider金ETF2840 又是否一个好的选择呢 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什么价位买入呢 现时去看的时候 金价都是一个高企的位置 很视乎到底美元是否仍然有一个有机会走弱的状况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如果它那个减债的步伐 不是有一个提速 或者是这个加息 可能都是合乎市场预期 倾向上在明年的第三季 或者第四季才会加息的话 那就变成金价倾向上 都仍然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所以你说去吸纳 都可以去考虑的 只不过就要去留意 其实去看上年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就是1420元这个位置 Spy来说 现在是1350多元 你对应1420元 那个升幅方面又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如果你说买入了 你希望它是一个稳步上扬的状况 这个位置买入都可以考虑一下 但你希望好像股份 突然间有一个爆升的状况 我觉得机会就比较低一点 这类型的投资者就未必适合Spy